亲兄弟之间打架到底有多狠 老四囊死了老二 老三要灭掉老四全家 而老大则逃出了村子不敢再回来 这一奶同胞的四兄弟之间 到底因何走到了这一步 今天这个奇葩的故事 发生在河南省新菜县的一个村庄 事情要从2007年9月份一天的夜里说起 那天晚上 村民王立明家的大梅外 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桥梅声 当他打开梅后 看到的就是一脸痛苦的父亲 随后父亲就挽起了自己的裤腿让他看 王立明看到父亲的小腿是又红又重 而且严重的地方已经有化动的迹象 得知父亲的病已经影响到了他正常生活了 王立明就对父亲说 他明天一早就去找二哥和三哥商量 把父亲送到医院去治病 可是第二天 他的二哥和三哥竟同时拒绝了 理由是他们一共有兄弟四人 老大不出面 这病就没法看 没办法 王立明回到家后 就只能给在外地做生意的大哥 打去了电话 把父亲患病的事情和二哥三哥的态度 全告诉了大哥 当时大哥说 这阵子比较忙 有些脱不开身 让他们兄弟三人先把父亲送到医院 到时候算算该贪多少钱 他就给寄回去 并承诺自己多出一点也没问题 当天晚上 兄弟三人又聚在了老人的家里 王立明把大哥的回应 一五一十的说给了二哥和三哥听 说完后 两个哥哥还没开口 一旁的父亲就先拍了桌子 王立明看了一眼 坐在一旁表现得有点事不关己的二哥和三哥 他就知道了父亲之所以如此的奋斗 一定是离不开这两人的煽风点火 而如今最为难的反倒是他了 因为现如今只有他能联系到大哥 而且大哥之所以不愿意回来的原因 也跟眼前的二哥和三哥有直接的关系 在早些年的时候 老三家因条件不好离了婚 老二家有一个脑瘫的女儿 为了给女儿治病 家里几乎也是一贫如洗 而老大家在当地做点小生意 家庭条件是兄弟四人中最好的一个 当时老二老三这两个难兄难弟就找到大哥 想着大哥带一带他们也能做点小生意 顺便再给大哥借点启动资金 可是大哥总是以各种理由推三阻四 最终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这件事情却在老二老三的心里 结下了疙瘩 有过这么一次不愉快之后 老二老三和老大的关系就开始越来越僵 有过好几次就是因为一点点的小事情 老二和老大还动了手 而老三也一直都是帮着老二拉偏价 其实这个时候兄弟之间打架也都是动动拳脚 还没有人使过家伙 而老四也没有被牵扯进来 几乎就是个局外人一样 但是老大接下来的一番操作 不仅把老四也拉了进来 可以说也是直接导致兄弟彻底决裂的一个诱影 当时又一次和老二老三打过一架后 老大就干脆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村子 直接去往了外地做生意 临走前把自己家里的小生意 对给了老四王立明 还把自己的房子托付给了父母 说是让父母一边住着 一边帮他们看着房子 后来老大就直接在外地订了居 可是接下来的几年间 老二和老三竟慢慢的把老大家的家具 甚至连院子里的木材都全部搬走了 由于这些东西都是在两个老人的眼皮子底下搬走的 这让老大对自己的父母也有了埋怨 后来老人也是一气之下 又搬回了自己的小屋去住 以上的这些情况呢 都是老四王立明的叙述 可是王立明的三哥却完全否认这个情况 老三说老大家再有钱 自己和二哥没有沾着老大一分一离的好处 反倒是老大走后的这几年 老人的生活和平时的医药费 老大根本就没往家里寄过一分 所以是没办法了 才拉走了老大家的东西 而且变卖的钱也都均摊进老人的赡养费里了 就这还差着不老少的 所以这一次他们强烈要求老大回来 也是这个原因 当时老大最终也回到了老家 可就在老大回去的那一天 在商量费用怎么出的时候 兄弟四人再次产生了分歧 当时老二老三就直接给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 老大要把这几年赡养父母应该均摊的那部分花费先补上 这个费用大概是两三万块钱 然后这一次给父亲看病的费用 兄弟四人再平均谈 第二个方案是 老大和老四家里条件都好 如果能顾着点兄弟情谊 就应该多出点 那么之前的那笔烂账也就不计较了 当时老大就没有同意 而且还和老二起了争执 幸好老大媳妇及时将老大拉走了 两人才没有动起手 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接下来老二又把矛头对准了老四 在他们眼里老四和老大就是一个鼻孔里出气的 所以当时老二就带着些急讽的语气对老四说 今天这事情就看你和老大了 你能说服他你就说 说服不了你帮他多拿一点 你也不亏 毕竟没有老大的生意 你也混不到今天这个地步 说这话的期间 老三还时不时的跟着附和几句 听着这兄弟俩的语气 老四当时也不愿意了 就和二哥吵吵了起来 看着事态越来越严重 老四媳妇把老四也拉回了家里 可是和老大不同 老四是越想越生气 他觉得这是他们欺负不了大的 就想欺负他小的 自己这次要是忍了 那以后背不住 也得落得跟老大一个下场 被排挤出去 想到这里 他趁着老婆不注意时 在家里找到一把尖刀藏在身上 又返回了老二家里 这一次兄弟俩没说几句 就直接动了手 这期间老二又砖头 还砸破了老四的头 并且老二两口子 还一起把老四压在了地上 愤怒的老四 最终掏出了藏在身上的尖刀 朝着压在自己身上的二哥 连捅了三刀 其中一刀刺破了心脏 二哥也最终不止身亡 老四王立明也因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 而王立明的这个行为 也彻底激怒了自己的三哥 王立明为了自己妻儿的安全 在他的请求下 监狱民警赶赴了他的三哥家 并打算安排他们兄弟俩 见上一面 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 可是民警刚一说明来意 王立明的三哥就立马变了脸色 对民警的劝慰也是表现得非常排斥 不过在经历了近一个小时的劝说后 三哥最终还是同意了 去监狱探视王立明 实际情况都是你不应该 你信老大话 我实际的话 你要不信家警察 当里面还是他人不谈 那咱们有的话 我都不信 我实际说 你也不信老大话 你决定不会 解老人感觉是真的在情况 你先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 你明白 你在这改造情况 你已经考虑了 你说的话 我说的话 是实在不实在 你已经考虑了 你实在是在你自己 一心里 站在那里 他没有完全了解的家庭情况 我最了解的 你最了解 你自己一个人都不了解 明明啊 明明啊 你的家庭情况会说 你特别特别信老大话 我实际的话 你没信 在那里面看 走 走 走 这意外的出现 让监狱民警 也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民警知道 如果就这样放弃 不仅化解不了 他们兄弟的仇恨 反而会影响 王立明继续改造的情绪 所以民警立即分为了两组 分别做兄弟两人的工作 终于在半个小时以后 三哥又回到了会见室 可是这一次 三哥一开口 带来的就是一场噩耗 父亲不在了 啊 父亲不在了 很多人不在了 小曲 他们不在了 sabia 谁也不在了 你才能把江湖 老大 我都不在了 你去另一边 往哪里 往哪里 走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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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余的女人 她在家里 家里 家里